如果只是社会预言符号的堆砌,一出好戏并不高明,但电影中对于黄博和舒奇感情的刻画,却不有看点,上帝说,要有关黄博的导演除女作,一出好戏上映后,想必会引来一波解读其社会预言的高潮,但这并不是这部电影最有意思的地方。 导演不妨先看看预言的部分,这是电影最想讲的事情。 故事并没有朝着人性恶的方向走下去,而是进入了社会眼睛的约境中,于和伟发现大船,获得了渔王,生存从刀根果种,到使用有效率的工具。 许多人开始追随于物质的丰富启发了货币纸牌的产生,于和伟开始掌握分配资本的权利。 可随后,张一星找到了发电机,点亮了大船,人们不仅解发了生产力可以定于,还有了精神生活看手机视频,夜里就着亮光起舞。 从农业革命走到科学革命,故事继续往下推进,另一层预言逐渐显影,耶稣的诞生,王宝强曾做过耍猴人。 所以于和伟在反抗他的时候说,不能以管理猴群的方式来管理的人,他愿意带领那些任可文明的幸存者,由口净化到人。 而当狂,博掌握了电,他抵达了极化的终点,成为一个至上的神,他站在洞穴上访,俯视众生,头顶是一圈强光。 他对岛上的人们说,要有希望,随即洞穴里烂起光,上帝说,要有光,此时交响乐查拉图斯特拉如是说,影子热珠响起,配合着黄泊激情思义的演说,底下的人仰望着他,他的脸一幕在光圈的阴影之中。 查取在影视作品中,最著名的使用例子,是库布里克的《2001太空漫游》,被用来表现创世纪,演讲段落之后,黄泊穿上了床单制成的长袍,发长过儿,骨子拉长,俨然一副耶稣的模样。 他煮了面,岛上的二三十个人都分到了面和汤,这就是荒岛把五饼二鱼的故事,宗教和超验,慰藉,绝对的信仰相关。 自从黄泊成神之后,王宝祥与何伟都不再对他的决策提出异议,一个拥有短暂平静的乌托邦形成了,对这部电影的评价可能会有两种倾向,一种会认为他的表达在国产片中是罕见的, 且都不好乐在其中,而对于看过几部社会预言类电影的观众,一出好戏在心意和深度上都很难满足胃口,社会议演是残酷的, 而本片所有人在经历了海难,拍戏斗争,无限,打斗之后,全部毫发无损的离开了荒岛,并最终的成大和解,预言看起来像是过家假,值得一提的是, 电影中对于群众和知识分子的展现耐人群位,除了三个男性灵,秀之外,其他幸存者的形象非常模糊, 他们闻风而动,容易被煽动和利用,改朝化代与他们的意愿无关,而使教授作为唯一的知识分子,由头大耳,形象为索, 他在故事情节向下推进,社会出来几世几句,比如在看到于何伟分发纸牌,他说,体系已经形成, 厌权之轰胡志之灾,在这部A形史中,知识分子是历史的弹幕,可弹幕无法改变历史的走向,可能并不存在的下完, 而如果只是社会预言符号的堆砌,一出好戏并不高明,但电影中对于黄伯和舒淇感情的刻画,却颇有看点, 舒淇饰演黄伯多年的暗恋对象珊珊,这个人和舒淇自身的荧幕形象类似, 娇憨、温柔美、善良,是一种理想的情感寄托,同时,珊珊也是不可坐摸的, 她离婚了,原意未知说前夫把天聊死显然是细血,黄伯一直强调自己没钱才没有竞争力, 但电影里也没有交代珊珊前夫的经济状况,她没有情感指向的,喜欢什么,欲望何在,都不清楚, 珊珊的政治倾向不得而知,在三个男人的派系中,她似乎情感上认同黄伯, 但却身处于河伟的阵营,她只是珊珊,一个美帝化身,她对于黄伯的感情, 随着黄伯给人的进化而逐渐升级,当黄伯到大城后,她让黄伯为她洗头, 当黄伯成神之后,无饼二鱼的时刻,她为黄伯成立一勺面,最终,当小党平静下来, 变成乌托邦,她向黄伯求婚,可以认为黄伯最终感动了她,也可以诸心地把珊珊的感情变化看作功力, 但如果换一个角度考虑,她的变化也是黄伯进化阶段的外化表现, 一出好戏里,女性角色非常固化,她们要么是性感符号性奖励,要么负责性别搞笑, 而且没有任何女性角色参与塑造世界,但电影的观感并不令人讨厌, 主要原因就是将女主角珊珊拍成了爱神和美神,镜头实在太妆爱珊珊了, 至少有两个仰台镜头令人印象深刻,一个是她洗完澡,站在高处岩石上羞涩的笑, 一个是电影节目,她留下来等待黄伯,同样是坐在高处岩石上微笑, 黄伯从始至终都在仰治她,当黄伯和珊珊真正开始恋爱,珊珊周深开始出现大量柔光, 她带着花环,像夏娃一样,甚至尝出了翅膀,这段戏出现, 在黄伯从船上一跃而下的幻想段落,我们可以开一个脑洞, 如果珊珊并没有答应和黄伯在一起呢,如果她甚至并不存在,只是黄伯一想出来的呢, 她代表了得不到的美,逃出生天之后的新生活,六千万彩票的现实意义, 除了黄伯之外,也没有其他男人规予她,但黄伯对这样的美希望幻想是将心将一道, 有两处明显的暗示,沙洞一吵戏,黄伯看着远处珊珊的身影, 小声说,如果回去后我们还能在一起吗? 珊珊听不到她说什么,挥动双手,做出的是布的手势, 另一处,他们在大船上护促中长的时候,珊珊抽回了自己的手, 在片尾探访精神病院的段落后,珊珊伸出了一只手, 等待黄伯,似乎意味着他们最终在一起,但请注意, 这个场景发生在字幕之后,只是个彩蛋, 电影真正的结尾在海岛上,黄伯从海底被冲上岸, 抬头看到岩石之上,珊珊在大雨中吵她笑, 她放弃登船,好像笃定她追来之后会安全上岸, 屏幕一黑,字幕起,这一幕令人想起黄伯某间夜里在大船上和珊珊调情的时候, 打火机一开,是珊珊,一面, 变成了于河伟的脸,而黄伯调情的手段, 是自己演了一出双黄剧, 现在我们聊聊真假问题电影结尾处, 黄伯和江一星,上演了一出真正的双黄, 珊珊过来只问黄伯, 为什么要骗她,她只想要一点真的东西, 为何这么难?黄伯说, 因为长得太美了, 这一段有关真假的论述,有关情感, 也有关电影世界观的建立, 在社会预言层面, 每一个人建立威权, 都是通过很偶然的事件, 于河伟偶然发现那一艘可攻击生的大船, 所以能够离开王榜墙的山洞, 黄伯被于河伟赶出去, 住在一个偶然发现的破屋内, 当黄伯希望重整其骨, 上千突然掉落下一片鱼云, 给了他和鱼和尾斡旋的资本, 人物所有的进阶条件, 都是从前而降逝的偶然, 而不是努力达成的成长, 这削弱了整部电影的预言性, 大的吓人的鲸鱼, 海面上飘, 来的白熊, 上下颠倒的船, 他们令电影蒙上了一层超现实的色彩, 整部电影的致敬和美术, 都非常干净, 找不到类似鲁军飘流迹, 终未生存不择手段的残酷, 在孤岛上三个多月, 人们的衣服依然整齐, 女性依然妆容精致, 这不见令人怀疑, 他们是否遭受了真正的危机, 他们的生存演练看起来太象真人秀了, 如果加上结尾精神病院, 探视和地鲜斗嘴的彩蛋, 这一切情节的真假更加不可知, 到底是精神病人的意想, 还是城市失败者的意义, 都不再有确定的解读, 片名一出好戏, 但是恰如其分, 社会预言电影是在高杂定性情境中, 讲真实的社会规则, 一出好戏在社会规则, 的具体执行上往往滑脱开去, 以一种环柔的姿态避免了真问题, 黄博以平衡性格著称, 他没有选择路径依赖的喜剧路线, 而在处女座里传达自己的思考, 超出了许多人的想象, 但也许是因为这种平衡性, 他想要大二文主义, 又不愿意任何一个人物过度黑化, 试图做社会预言的常识, 又试图抵达何家欢的受众, 最终电影的见其野心, 却有处处被磨平棱角的观感, 如果能做出更决绝的表达, 一意孤情或者随心所欲, 都是比突破人设更值得期待的事情, 真假之变, 倒是加深了电影中的感情线, 珊珊追求的珍, 和黄博认为太美地假, 其实是一种东西, 谨慎怀疑, 又热烈, 拥抱的浪漫主义, 本文由树木计划支持, 在今月头调平台又先发布, 欢迎关注GQ报道, GQ IEPORT, 记录人物的浮沉和时代价值的变先, 撰文竞竞编辑和桃图片来源斗半电影, 和黄博计划支持,